一名热心消防人员路过车祸现场 立即在路边为汽车骑士实施急救 骑士脑部严重变形 右脸撕裂伤 手脚多处骨折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骑得好快好快 不知道这干什么行那么快 澎湖发生一起惊险死亡车祸 20岁蔡姓男子 是在澎湖服役的现役军人 12日晚间7点多 蔡南骑程黄牌重击 行经马公式西文里一间加油站前 撞上对象一辆左转的继承车 骑士瞬间喷飞倒地 头部重创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救援人员到场将骑士场备板固定 抬上担架送衣 待人宣告不治 蔡姓民众 骑程大型重击 原对象车道 交驱往市区方向行驶 爆撞制造势 然后造成机车驾驶的重伤 送三种急救 警方将进一步厘清车祸发生的原因 而军方也介入协助处理 蔡姓军人的相关后事 记者严谕龙 王洋澎湖采访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